咱们后院放个太空舱 您觉得怎么样 颠覆房地产的移动太空舱才来了 去年二三年底的时候 特意回国考察了一趟 初中就是打算给老妈入手一个 给她喝茶用 这不正好前一阵多伦多通过法案了 允许大家建后床屋了吗 所以我们就打算先弄回来 自己用的同时 说不定大家能卖几个 像我家本来就是农场 就算后院咱们放三四个不同类型的 也没啥问题 既能做展示 平时还能做Airbnb 想的挺好对吧 最主要的是 我老妈想找个喝茶的地方 你是不是想问 为啥喝茶还要单独买个小房子 你这还真别笑 当我身边的朋友 知道我要买个给我老妈喝茶的地 都问我 咋的 你家是不是太小了呀 早晚要放你啥 我考察了几个做太空舱的生产基地 最后选择是沈阳的一通 首先我是一个沈阳人 家乡情节不用问 那肯定是有的 还有就是沈阳本身 他天气就很老 这里坐的太空舱 那保温效果肯定是比沿海城市那几家做的要好的 像里边的空调啊 洗衣机呀洗碗机呀抽油烟机呀 这些全部都给你安装好 水电你也不用担心 现在跟之前可不一样了 无论是欧盟和北美的ULC认证 还是加拿大本土的CSA认证 这厂家是都可以按照你要求来做的 像这种最小型号的面积24.75平米 核算下来是266平尺 价格是18万人民币左右 像他们最大的37.95平米的 核408平尺 最高配置的价格是35万人民币左右吧 相当于35000到65000加币左右 你就可以买一个太空舱 当然还要加上运输安装的费用 这个具体我也算了一下 从国内厂家运到港口 陆运的费用大概是6000到1万人民币 如果再从港口运到加拿大的海运费用 因为这个集装箱都是玻璃的 所以它要占用6个集装箱的位置 我打听的价格去年年底是3万块钱美金 估计现在差不多4万块钱吧 这里有两条海运路线 一是海运到温哥华 这样海运的费用能便宜点 但是陆运的费用就高了 第二条路线是运到哈利FAX 费用跟温哥华刚好相反 海运稍微贵一点 但是陆运的费用就便宜了 目前能陆运到我们家的运输公司 我还没找到 现在我就卡在这儿了 我打电话咨询过哈利FAX那边的运输公司 运费报价3万加币以上了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给我一个市场价 还是就是给我故意报个高价 让我自担而退 咱们观众里如果有懂行的 麻烦给我留个言呗 这还没结束啊 运到之后 你家里还需要做一个水泥底座 来放这个太空舱 太空舱的上下水口啊 它都是留好的 你直接扣上就行了 像我家这种农场 没有城市的下水 所以还需要重新装一个化分池 这几项下来吧 最便宜也得三十万 如果你是在城市里的房子 那直接接到主管道上就行了 估计花不了这么多钱 大概一万块钱估计还是要的 你像接电呢 走地线呢 咱们参考特斯拉装电装 估计差不多四千块钱 加币应该够了 最后呢 就是用吊车把它吊到损计台上 如果咱们是一个普通的房子 那吊车还要吊到后院 估计也得个万把坏了 粗算一下 买一个面积最大的顶配的太空舱 全部的费用下来 大概十五万左右吧 如果请人 咱们直接装一个后巷屋 比如说我家现在后院这样的 这个是2020年建的 大概现在要六万块钱吧 如果你想建一个豪华点的 有大落地窗的这种 那估计得五百块钱左右一尺吧 像408尺 那费用基本就算二十几万 这还没算里边以后 你要添置的加量电器这些费用 所以从价格上 太空舱还是比较占优势 像外形上嘛 那咱们就忍者见人了 这各有各的喜欢 像我个人是更喜欢太空舱 这种现代造型的房子 您觉得这个太空舱怎么样 咱们评论区来讨论一下 我是一飞 你身边的地产经纪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